好 这里是阿来Radio中网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好 我们现在除了有直播之外 除了广播之外也有直播 大家可以上我们中网流行网的脸书官网 中网流行网的YouTube官网 中网流行网的理财生活通官网 同步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 先欢迎一下我们的好朋友 房地产专家张希敏 张总 张老师好 一分还有全国的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又来到 对 今天都没有戴帽子 但这样大家都不会称赞你很帅 我的帽子在袋子里面 待会儿出去要戴 因为太阳还蛮大 真的 气候变化真的是蛮大的 然后房地产的变化也蛮大的 为什么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新闻说 房地产那个量红黄灯 黄红灯 黄红灯 对对对 黄红灯 之前绿灯啊 对 都是绿灯 一路都是绿灯 就是表示说市场是有一点点温温吞吞这样子 那现在黄红灯的话表示说已经热起来了 这个热起来的话是16年来第一次看到的 表示说之前都是那个相对比较没有特别的让大家感受到 可是现在呢让大家感受到说就像现在外面的天气 很热很热很热这样子 对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应该是说今年来的 市场的一个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这个是一个市调杂志他们做的一个定期的调查报告 这样子那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形 当然不是他们自己所谓的周出来的 事实上是他们的观察调查出来的 那我们看到在今年来所有的有做那个房价指数的 几乎都是创历史性高 都是创历史性高 那这些都是说大家有机可循的 可以看到的一些指标跟数字 那另外一些可能要个别去调查了解的 像我们之前在那个运分的群组里面 大家在聊天就说中古市场 这你想要去看是怎样 你想要去预约 这个礼拜六要去看 礼拜四就跟你讲说 不好意思张先生 那个礼拜六那一个已经人家这个斡旋 进这个买了 你不用来看了 要不要再看别的 然后这种情况现在非常非常的普遍 这个是中古市场上相对来讲 可能是一户一户的这种零星的这种销售 可是呢预售屋市场 最近也是频频出现一些让人家跌破眼镜的情形 像我住的板桥那边就有一个在地的建商 我们就孤影其名 他这个案子从去年就开始酝酿了 当然就是我们市场讲的所谓的欠销 那因为他从口袋名单里面去做一些意向调查 你们要不要买 那在最近我们看到也是代销的同业 他们在脸书上面po出来说 接待中心还没有搭好呢 已经卖完了300多户 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案例 另外一个是在这个信义计划区周边 那也是一个规模没有那么大 可是呢他就是因为也是很会做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口碑行销 那他也是口袋名单非常的强这样子 那他这个公开之后呢 进来接到的议约有1200户 等于这个案子呢 可以卖的三四遍这样子 这是不是直接打脸 你政府要打房也打成这样 然后你央行要升息 我还是卖的很好啊 对所以我之前最近也写了一篇文章 他们就是在检讨我们政府从2020年底以来的一系列的这个打草房 然后我就提到就是说政府打草房并不是不用力 可是呢第一个我们看到央行跑第一个 那央行呢打草房这个已经6度升息了 5度的选择信息用管制 可是呢感觉上表面上很用力 可是我就是下了一个小小标题说 央行打草房很用力可是怕碰瓷 就是说他这个担心就是会把我们的经济啊 金融啊都可能也都因为他打得太用力 造成这个一些后座力这样子 所以现在就是变成就说伟大不掉 那内政部呢当然也是非常用力啊 他使出了所谓的史上最强的打草房 那个平均递减条例在去年7月1号正式上路 可是呢这个部分内政部 我给的小标题是说自费武功啊 本来他有一个 自费武功 他这个算是史上最强的打草房 他又开了一个后门说 这些已经买预售屋的这些人啊 他不用这个禁止换约不受及既亡 所以他们就可以慢慢慢慢卖 如果说他把它完全一刀切的话 那这些人就会赶在去年7月1号之前赶快出脱 那这个就会有所谓的价格破坏效应 可是呢我们的内政部又有一个富人之人 最后就宣布说 这些呢不溯及既亡 你们可以慢慢卖 那只有7月1号之后买的人呢 才不能够换约 所以呢这个就是内政部自费武功 那财政部呢他们打房也很用力啊 寄出了这个所谓的房地合一税2.0 那可是呢我们的财政部 后来在去年选举的时候 又寄出了一个新清安的这个贷款 哇让整个房地产市场 我说他是九转黄魂单家大力王 就是一边要紧缩政策 一边要开后门放水 那这个财政部这整理是说 他政策矛盾这样子 所以呢这三个主要的 我讲说打草房三兄弟啊 到最后呢露的一个 那个提竹篮子打水 就是一五岁一场工啊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 现在的整个市场上 真的有一点点失控 所以有人讲的这个 就用失控这两个字 那也可能也是某种程度反映出来 现在的一个市场 就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呢 现在要在交接期 这个新内阁呢 现在一路一路续续的在宣布当中 那这个还没有 整个清皇不接 所以呢这个对业者来讲的话 他们也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是一个所谓的法律价值 现在都没有人管 没有大人 所以要怎么弄 怎么吃 所以平均线条例 本来可能是要打草房的 现在业者呢 讲话也都是很大大辣的样子 我觉得说真的是家里没大人的感觉 真的没大人 那我们现在以前会想多说 股市好 房地产怎么可能会不好 那今天大跌了 房地产会不会跌啊 会不会有这么快的一个反应 应该不会那么快的反应 因为这一波刚才我们提到 就是说除了这三大 打草房大三兄弟之外 我们政府也不断的 好像以这个行政院为主的 这个中央政府 也不断的发布一些政策力多 包括交通建设啦 捷运啦 高铁延伸到屏东啦 或是要往南 往北延伸到宜兰 这些也都是让当地的 这个所谓的房市呢 有这个更多的柴火 可以去炒作这样子 那除了这些的炒作之外 这个建设力多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只要宣布到哪里去 待会我们会聊 它几乎都是野火燎原这样子 造成当地的一个房价 也是一发不可收拾 那你说今天的股市大跌 我觉得也只是短时间的修正 可能也是因为跟台积电 发布了他们的一个财测 让大家有获利高档出托的一个机会 这样子 对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从股市赚了钱 其实会很直接导入到房地产 这是国人 我觉得整个理财的习惯 或投资的一个惯性 这个也是历史的一个脉络 都可以看得到的 对 那只是说跌啦 跌成这么惨了 对不对 会不会房地产就矩了 我觉得除非说说还不会那么快 因为这一波房市之所以这么好 除了刚才提到这些以外 就是你等一下股市来到了2万点 这确实让很多赚到大钱的人 他开始转移资金到房地产市场 他觉得说我已经有房子了 那不妨再多买一户 多买两户 这种的一个心态是很普遍的 所以这个在 特别是在股市赚到钱的 像一些高科技的这些员工 他们本来就已经手上有股票 比如说我们讲的 还是以台积电为止 他如果说以前 他是那个成本可能只是几百块 一两百块 那现在到了800块 哇 他只要卖了一两张就可以 我们带来讨论一下 很多人都在等房地产跌跌跌 点价格跌 现在黄红灯也出现了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大家都在买不到房子了 你可以等到这个价位吗 我觉得很难 我们待会讨论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要持续跟我们房地产专家 张新明张总来好好谈一谈 因为很多人都在等房地产 价格跌嘛 就登登登登 等很久嘛 对 乌族 那个买家等得到哭了这样子 对 看我们的标题 屋主笑了 买家哭了 买家其实现在还知道很多人想买啊 钢型需求的人啊 真的还是有很多人想买 那尤其是因为 有新清安的这一个所谓的大力丸 让很多年轻人都纷纷跑进去了 所以待会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真的都是年轻人 八年几生 现在都是在市场上非常的活跃 这样子 那刚才我们少提到了一个 就是说现在的一个预售屋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屋主校 这个大概是中古屋市场 那预售屋呢 我们看到一二月份的预售屋 在那个内政部的 这实价登录的平台上面 他也有揭露嘛 大概一二月份总共有大概卖出去的 三千两百亿的一个房子 预售屋 三千两百亿 大概一万九千多户 很多耶 那三千两百亿是跟去年比较起来的话 成长才是让人家惊人 就是一百五十个percent 所以呢你就说 这个现在真的是买房子 可能也是像是买菜一样 大家觉得说好像根本不是 不觉得说房价这么高 那买那个预售屋 更是这个大家拼命的抢这样子 所以刚才提到那些案例 都不是说这个是 这个在传闻的 都是真正的实际上的一个状况 这样子 那这个部分当然 也有一个 他业者也蛮聪明的 他们之所以能够卖得这么好 大概也都是因为 把这个总价压低 总价压低 这个产品面积压缩小 太小 对 所以呢 大家年轻人买不 可能薪水没有那么高的 他就是靠着薪清安 然后买一个相对比较小的小宅 也可以让自己有一种成就感 这样子 所以这种所谓的小宅的销售率都非常非常的高 这样子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 就是等房价跌的话 可能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来看 而且刚你不是直接讲了 根本很难 很难除非就是说刚才你提到的那个股市崩盘造成 有些人 他资金卡在了股市或是被断头这样子 他可能必须 卖房救股 对 我们之前有一段时间曾经有提过这个名字 卖房救股 可是呢 这个部分可能还要再观察个三个月 现在可能还不会看到 也跌一天而已嘛 大跌一天而已 对对对对 那你是希望股市跌几天 可是现在还是在一万九千多点 对啊 那我们来聊一聊那个这个龙坛厂那个台积电的这个事情 对对对对 这有什么阴谋跟阳谋啊 对对对这个是故事很好玩 因为他在去年十月份就已经台积电宣布说 不玩了 可是台积电在龙坛本来就已经有一期二期的 龙科的一个开发的嘛 那只是说他第三期因为遭到当地的所谓的自救会 龙科三期自救会的一个抗争 那因为他们的抗争的胜量跟力道非常的大 所以呢 让台积电觉得说 好像这样也对这个所谓的这个公司的声誉 或者是民主就败款 所以就干脆顺着这个风向就宣布说 那我们不要来了 那后来他们就转到嘉义去这样子 那所以呢 经过了这几个月之后呢 突然在最近这几天 突然看到媒体上大篇幅的 有所谓的我是中立人 在脸书上面讲说 这里面呢 因为有这个龙坛的一些地主啊 他们现在后悔了 就是说台积电不来了 我们这个土地啊 现在没有人征收 只能种茶 感觉上很悲情这样子 这个也是很多媒体都引用他们的一个观点跟看法 可是呢 这里面就是刚才运分的点出了一个美港 事实上好像也有阴谋阳谋在里面这样子 第一个就是当地的地主 事实上真的在那个长期在那边世袭的耕种的人 他事实上那个土地也不是种茶的 他只是说做一些耕种这样子 所以呢这个他们的那些在长期的地主 那老地主他说根本我们不会去讲说这个我们后悔了这样子 我们对这个土地有情感啊 你不来那个我们刚好我们可以在这边 子子孙孙传给我们的这些这个后代这样子 根本不会有任何后悔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会后悔的是后面来 他们知道说这个台积电已经陆陆续续的有在投资 应该还会在扩厂这样子 所以呢这等于是外来的人去卡位 买了这边的一个农地 那希望说这个有机会台积电来 可以来扩厂 那他们可以跟他们去溢价 可以用一个比较高的价格 卖给这个政府这样子 或是说即使说台积电不用没有用到 那政府可以把这周边 作为一个都市计划的完整的检讨 那把农地变更住商用地 那这样的他的地价更是 这个水涨船高有更大的一个获利的这个空间这样子 所以这个部分是这个时候会后来的这些投资的这些民众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说法 这个好像有一点点的偷积不早18米的这样的一个味道 那这个是不同的地主的一个观点 那再来就是所谓的这个我是中立人 那这个是在龙坛跟中立人什么关系 所以大家也会觉得说这个到底是在玩哪出戏这样子 那所以呢这个我看到我们政大的一个教授 就是说这个都已经去年的故事了 为什么所以今天这几天突然铺天盖地的 媒体上面都在报道这一则新闻 所以他认为说这个好像后面有一个中央厨房在处理这样子 你这意思说带风向嘛 对就是都未归给媒体这样子 然后就是说 当然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也许就是我们刚才提到 比较可能是那个第二种的后面才去买土地的人 他也许说那现在后悔了 那用这样的一个铺天盖地的这样的一个媒体的这个带风向 也许呢可能政府有听到 或是说也许在做一些其他的规划这样子 让他们的土地还是可以有机会可以高价卖出去这样子 因为那个投资客可能就套牢了嘛 对也许就套牢这样子 对又或者是也是告诉你说 你不答应我的条件 对不对你就只好去种茶 对这个也是可能背后都有一些不同的思维在 对那我问你 如果是你 你有一块地 那台积电要来 你要不要给他来 我会张开双手 你会多要一点补偿费 因为他基本上大概有一个公定的行景 因为这个政府他在做区段征收的时候 都有一定的那个游戏规则 那只要是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那我觉得说我们就是配合这个台积电 因为他是护国神山 那可以让区域有更多的一个发展的机会 让创造当地的一些就业机会 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如果说只是做农业使用 他相对来讲 主产主措中词 我们待会讨论 好欢迎来理财生活通 我是向运芬 在我旁边的就是我们房地产的专家 张欣灵张总张老师 我们刚刚讲过 就是说如果你在农坛有一块地的话 你到底要不要给台积电 你要不要多要一点 你就是不会大富大贵 又不去当官 然后又不会A钱 然后对不对 给不给呢 你说给 我是给啊 对啊 因为我觉得 多要一点 那这个部分 它基本上就是 有一定的游戏规则 那个区段征收 你说要多要一点 不可能的 这个都是在台面上来运作 不是台面下运作的 对啊 那我刚讲了主措主产 中辞怎么办啊 对啊 假设你不是中查 你也那个 对也是有一些 那个你讲的这些 确实是造成有些人 他最主要的抗争 做的理由是在这边 那我当然假设 我不是那种所谓的市区 在那个地方 我们比较没有那个念地情节 那因为如果说他们是本身 就是当地的这个所谓的 祖先都在那边耕作 那又有祖措 还有中辞 这些都已经 这个世世代代 都在那边拜这些 那可能相对来讲 他们会有比较 没办法割舍的 那个心结在这样子 对 所以才会有那个 自救会的产生 所以事实物者为俊杰 大概你就会这样的 一个思考的方向 那我们接下来 跟大家聊另外一个议题 也就是我们看到 第一季的六都 我们的家户购屋比当中 全部都是攀高的 这也是呼应到说 我们反正今年就是很热了 对因为你的买卖 这个机会本来就是一个 它的一个最强的强项 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它现在又有这个捷运的建设力多 所以呢 这个绿线呢 从会从这个机场 就是桃园机场 一路拉到巴德这样子 那最近又看到 有一个新的消息 就是说 这个 三阴县 三阴县是在 新北市嘛 最南端是到英哥 那它会从英哥再拉到 巴德 也就是跟刚才提到的绿线 桃园绿线 对 跟绿线就会 就做一个交接 这等于是连接这样子 所以呢 它等于会把它串联成一个 大台北的一个生活圈 所以呢 如果说 以它现在的一个房价 相对还是比较 有竞争力的 如果说 以跟新北市比较起来的话 桃园的像巴德 这些地方的房价 还是相对比较有竞争力 所以呢 它这边就 也蛮多人 往这边来做移民的动作 包括新北市的 这些民众这样子 所以 它的那个整个购屋的需求 相对都比较强 那是年轻人在买吗 我的化妆室就买在巴德 对 这个你很久之前都提到 对 我觉得它眼光很多 他说它也赚很多 它那时候买的时候才二十几万 对 就二字头 它现在也快四十万了 对 我有一个老朋友 他也是跟我讲说 有一年 应该也是大概四年前了 大概四年前 他说有一个朋友跟他讲说 在巴德这个地方 未来有那个捷运县出口 那个这个建案就在出口 那附近 你要不要去买 那时候也是大概二字头 那你房地产 台湾是不是这样 你只要早买的都会赚啊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以台湾的房地产的历史的卖动来讲的话 它都是大涨小回 大涨小回 所以长线几乎都是往上走这样子 所以现在大家 你刚才提到说 那房价会不会回 也许会回 可是回的都是有限 它的长线还会走那个都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让大家很有信心 想说台湾的房子买的绝对不会错这样子 不过我真的很 真的是大涨小回大涨小回 其实那时候我第一间房子的时候 我是81年82年买的嘛 你看吧 其实我买完以后房价是下来的 下跌的 那时候是下跌 那时候刚好是跌幅 对你看那个这样老仙哥都知道 其实是先跌的 跌的时候我真的是吓死了 对 然后后来遗物又上去 又上去了 对而且永远不回头的 永远不回头 对啊 而且还涨翻了 对我卖掉之后它还在狂涨 还在涨这样子 对真的是很生气 所以你看整个房地产都是这样 大涨小回大涨小回 就是我们本来是说 这一波涨太多 应该要有一个休息的时间 可是就是看不到 那个价格破坏的 那个点出现这样子 那现在应分提到 就是说股市炮牢的人 也许他如果说 这一波股市 有比较明显的修正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人 真的是会卖房救股这样子 可是这个部分 可能就是刚才提到 至少要观察三个月这样子 好吧 你知道吗 大涨小回 我们就讲股市的话 其实就是多头格局 才会大涨 然后就是小跌一下 或几跌一下 那现在看到房市 看起来这个好像也没有破坏性的 一个空头的压力 那接下来 就是除了 就是这些 桃园啊什么的 然后很多人在买之外 那个我忽然想到 台积电要去嘉义了 嘉义是不是也应该点火一下了 已经点火了 已经点了 回太晚了 对 他之前就已经有一个很大的建设公司 在那个嘉义的高铁站 对面盖了一大批房子 然后他挂了一个招牌说回家真好 就嘉义的家 拜托 嘉义跟台南的高铁站长得一模一样 对一模一样 我有一次下来 我有吓坏 我说我是不是下错高铁站了 而且完全一模一样 然后你这样再看 台南的高铁站跟嘉义的高铁站 一群方 你像台南发展的比较早 都没有卖出去 可是他现在已经有那个outlet 那个变成他这一个很重要的房价的支撑 是啊 对 对对对 有个山景 对对对 那现在又开始第二起了 那现在嘉义就是要复制这个台南 而且他嘉义这边高铁站还有台积电 还有台积电 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华太民民城 他在那个清浦嘛 高铁站这边桃园高铁站 他已经在那边 应该是前两天嘛 跟嘉义县政府已经签约了 就是要在高铁站那边 这个也是要复制这样的一个outlet 所以嘉义要起飞了 他已经点火了 嘉义是最容易被人家忽略的一个地方 去观光去旅游 可是他还有那个我们这个故宫南院 故宫南院 对所以现在他也你不能小看他了 这个已经不是无下阿蒙 而且台积电下那个效应就要发挥了 就已经发挥了 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个案子 有蛮多熟悉的朋友都已经有买 所以他们都私下台线 你有去买吗 没有 你干嘛那么清廉呢 你干嘛那个 没有因为我们也不晓得有那个内线说台积电真的要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持续要跟我们房地产的专家张新明张总张老师来谈一谈 这个嘉义你看都没有内线 对啊我们都没有内线 他现在是不是长翻啦 对啊人家想说这个这个什么线什么线 圈线万线不如一个电话线 电话线不如一个内线 哈哈哈 对啊所以如果说当时有知道台积电确定会去 可是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人真的能够确定的 在那时候那个案子推出的时候 他们可能搞自己都还蛮恰恰的 就是说这个这么大的一件 因为你之前也讲过嘛 对不对 那如果他不来呢 对啊 如果你没有确定呢 就是那个农坛龙坛就是这样子啊 他们那也是因为后来他觉得说社会观感不好就不去了 所以有些人搞不好就是因为之前就已经大局去做一个 这个卡位的动作买了一些农地想说到时候给他温坛 这个台积电来了 可是现在他不去了 那就是造成这些人就是现在可能就是在做一些风向球这样子 或是有中央厨房帮他们在处理这样子 那可是所以你讲的说嘉义这个高铁站这边 那不只是说华泰民品城 那大家也不知道说他怎么会去那边 所以现在大家也是在堵下一个这个高铁站这样子 他还要再去哪里台积电还要再去哪里 没有就是高铁站就是像类似这种所谓的大型卖场 大型卖场 对对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看到的青浦已经有了 然后这个新竹 新竹这边是有饭店在那边投资了 那再来就是这个就是台中 台中台中这边也有一个全球最大的百货卖场 你去那个高铁站就可以看得到 只是说他还什么时候动工还不知道这样子 那周边已经有房子在那个乌日高铁站 这才也是上一个月吧 那个建商就说他们这个订楼已经卖到一瓶五十几万 而且他们还跟媒体讲说我们这个房价是不是被低估了 委屈了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一些建筑业者他也蛮敢讲的 蛮敢讲的 蛮敢讲的这样子 好委屈喔 对那另外在台南也是有建筑业者他们的开记者会 最近都是在开记者会 然后就是也是用台积电做一个这个所谓的沙盘推演 他说现在台积电已经在五个地方有这个所谓的设厂了 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像竹科吗 竹科 中科 南科 中科 南科 还有高雄 那现在又加科 这五个地方 他说未来呢这五个地方的房价会越来越趋近 他说竹科已经七字头了 高雄台南三字头 他说那会往哪边趋近你们自己想 哈哈哈哈 会越来越趋一致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是在炒作 我觉得说我也是看不懂这样子 是啊当然是按照又看不懂 你的书里面要大胆讲一下 哈哈哈哈 那书什么时候出来 下个月下个月 那也是谈房地产吗 对对谈房地产 那书名知道了吗 哎应该是叫做 哎那个叫什么 突然熊熊笑 哎 有没有惊爆内幕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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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讲那个台积电 就是说应该要负起一些这个ESG的责任 因为他们现在特别强调的就是说他们要去买绿电 对 所以台湾的绿电几乎都被台积电买走 对啊 可是在S 他不得步啊 对 S这一部分他们有啦 有做一些他们的基金会啊 比如说这一次花莲地震 他们也是看到 哇他们的那个 这个基金会的 嗯 董娘 也特别到灾区去了 对对对 那这个部分 他们是有一些琢磨的地方 可是我觉得要对这些所谓的 啊 啊 台湾的居住正义 他们还是要做一点 做一点点事啦 嗯 因为他们既然赚了这么多钱 又是富国神山 哦 那应该也要负起一点点的ESG的责任 嗯 哎你觉得现在啊 买房买这么多啊 嗯 买房的主力到底是谁啊 对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像啊 桃园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很多都是八年级生 那因为这一次之所以会有这么多八年级生 买得起吗 他最主要就是因为有这个我们讲的新清安 新清安让他们有比较容易可以跨过这个购物门槛 第一个就是说他最高可以啊 啊那个的拉高上限到啊一千万嘛 所以如果市价的话大概可以到一千两百万的一个房子 那再来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啊 啊政府把它压的利率非常低1.775 嗯那这一次即使说央行啊第六度升息 马上政府说我们自行吸收啊 嗯 或是行库自行吸收这样子 所以呢现在还是最低的利率 另外一个最让年轻人可以放心大胆去买的 有五年的宽限期 哦 五年的宽限期让这些年轻人几乎都是 所以反正我可以过个五年快乐的生活的日子这样子 嗯 所以他们没有想到就是说未来如果说在央行再升息的话 啊五年之后六年第六年开始他们是不是缴得起 那现在市场上很多人都会 投资客都会教他们说你五年第五年开始你就可以再换屋啦 不用再去缴那个所谓的这个那个本薪利息 怎么换啊 就是把这个原来的房子卖掉啊 嗯 那如果说五年之后他有赚有价差那可以赚价差啊 嗯 那这个部分就是 就是这样再炒作 对啊就是这样子在教人家 哈哈哈 而且你知道未来如果进入一个就是有一些利息的一个波动 对 对 虽然说大预期要降息 那你什么时候降 嗯 对你也不知道 对 那再接下来的升息 对 现在美国本来要降息的这个动作也一直往后延 对 一直往后延 那所以现在这个市场又是这么热 而且炒作的氛围也没有一点点的冷却的情况之下 很多人猜搞不好六月份央行 搞不好又升息喔 对 搞不好现在就猜就是又可能又要再升息 搞不好又再升息一次 因为通口没打下 对 通口没有打下 对 而且股市也这么热 房市也这么热 所以这个可能大家还是要小心一下 而且不敢轻易降息啊 因为美国还是有选举 对 现在有猜都说降息要到明年的事啊 嗯 搞不好 所以你看 宽限期对于年轻人来讲的话 是一个诱因啦 是 也算是一个毒药 对啊 对啊 因为你不敢去面对嘛 对 之后本利一起讲的时候该怎么办 对 那我想要给你提一个重点 也就是说那个地震啊 在这一次又发生这种强力的地震 对 对 可是我觉得很多人都已经忘了 哈哈 应该没有吧 两个礼拜了 已经两个礼拜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对地震来讲的话 很快就会被其他的一些事情给 这个等于是又被排挤掉了这样子 那当然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对于这种所谓的老房子要有一些危机意识 毕竟呢台湾的这些老房子 特别是台北市 所以呢 我们看到地震之后的没几天 我们的这个蒋万安市长就出来说 要推动大都庚时代 大都庚时代 那可是呢 八字还没有一撇 这个股市先涨 引荐苦先涨 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张欣民张老师来谈一谈 因为蒋万安市长谈出了这个大都庚时代 对 对那你觉得唯老都庚跟这个另外一种都庚 对就是都庚 就都庚 哈哈哈哈 一个是唯老都庚一个就是都庚 对 我觉得唯老都庚应该比较快吧 唯老本来他的当初的设计就是要弥补这个都庚的这个太慢的这样的 都庚可能就是很多人要谈嘛 都庚他最主要就有点像是那个台铁的慢车这样子 所以后来就特别辟了一个这个快速道路 让这个回老可以这个加速来推动这样子 那因为都庚他必须要有最小的面积300平至少300平 那他虽然说不必百分之百同意 可是基本上只要有人不同意 你还是没办法这个推得动这样子 所以我们才会有看到之前有所谓的文艺院事件这样子 那就是只要有一户这个钉子户就造成整个没办法推动 那后来政府做这个所谓的围绕 他最主要就是看到我们国内的老旧的房子真的太多 担心真的像这一次花莲大地震7.2嘛 他印象都很深刻 如果真的是发生在大台北地区那个镇央 那可能真的就像我们前部长李宏远讲的 可能三四千栋的房子会倒掉 所以那时候也是小英政府上来之后 2016年嘛 他就也有一直吸收到这样的一个讯息 就担心说真的是正央如果在大台北地区 会造成所谓的国安危机 所以他那时候就推了这个所谓的 围绕重建条例 那在2017年就推动这样子 那希望就是说大家如果你的房子真的老旧 而且有危险的话 只要你自己也要一户的话 你就可以来推动这样子 不用也要最小的面积这样子 所以呢我们看到统计数据 现在围绕到目前已经有三千多件 可是都庚推动这么久呢 只有一千多件这样子 那都庚不好推啦 不好推真的很难推 就是要大家沟通好讲好 要沟通也对 人都嘴杂嘛 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盘算 那因为很多人都希望说 我能够一瓶换一瓶这样子 或是说一瓶换一瓶 还多给有一个车位这样子 那这个部分就造成建商在这边很为难 那建商没办法 让大家有一个满意的一个结果的情况下 很多建商最后也就是 我不玩了这样子 所以呢后来有围绕最主要是希望说 快速来推动这些危险的房子 能够改建 可是那个速度还是很慢 那他是不是没有坪数的限制啊 他没有坪数限制 你说那要300坪 这不用嘛 对所以现在看到很多小基地 就开始在推了 二十几坪也在推啊 那不就烟囱 对啊就是变成我们讲的纸片屋嘛 现在市场上已经有一些纸片屋出现了 那这个部分是另外一个话题 可是基本上就是说 其实起码可以住到一个新的安全的房子这样子 那现在有很多人去买中古屋啊 其实也是着眼在于都更 所以他愿意去买那种五十年的 甚至就是更老的房子 那也很可怕耶 那价格其实也很高耶 因为如果说你是在台北市淡黄去的话 对啊 那个价格都不便宜 那周永和那吓死人啊 对对对 所以呢我们这边也是跟大家沟通一个观念 就是说那个老房子虽然有机会做都更或微老重建 可是呢你不能 你还是要注意一下他的那个所谓的房子的结构 第一个是如果是自住的话 这个房子的结构还是要有这个结构技师去做一个等于筛选 对因为地震还是蛮可怕的 对因为地震可能走过这一次那下一次呢 那如果是下一次的地震更大呢 那如果说不是自住你是要投资存投资 先出租 那你这个部分的话你可能 因为老房子你要一笔预算先要做一个整理这样子 可能这笔预算也不会太低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如果说你是更着眼以后面有机会做都更或是微老重建的话 你就要看这个地方有没有比较大的林路 如果说是那种巷弄里面 可能是三米巷的话 那个机会非常的低 至少要六米巷 要六米的巷子这样子 那不要找那个所谓的滑下或是电梯大楼 因为那个人多嘴杂很难探 最好是这种公寓型的或是更低 三四层楼的或是套体组是最好的这样子 或者是那种什么 对啦 有那种四楼五楼的 对 对 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去好好做一些研究这样子 不是说所有老房子都可以投资 未来就一定有这个都更或是微老重建的机会 这个部分还是要做一些功课这样子 对 因为第一个台湾人健忘啦 低胜完之后也就忘了这件事情 对啊 第二个如果说你今天大前去买了房子 中古屋或者是这种年续已高的房子 然后到时候又没有谈成都更 那住起来其实自己住都危险 对 所以你讲到自己住都危险 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要跟大家提醒 就是说这一次大地震之后 大家有没有去检视一下你住的地方 第一个可能就是说看看它的外观 因为像我们那栋大楼 我就从那个楼梯一直走下去 因为刚好电梯就停电了 只能走下去这样子 我以为你去帮社区巡查一下 他看到真的那个真的有裂缝 那裂缝不是说裂缝都危险这样子 你要看它是不是有那种45度的 那种所谓的比较大的裂缝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说 有没有那个窗框变形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还有就是说梁柱 它的接缝的地方 有没有一个相对可能是 你觉得说那个已经感觉上那个裂缝很大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另外也就是说更严重的说 有没有那种所谓的倾斜的这样的情形 这个部分就可能它的危险度就相对比较高 他不是说怎么列如果是列那种叉叉形 就比较危险 对那个是叉叉形 那个是相对危险的 一般都是这样列一条而已 对一个条 那如果说有一些是45度角的 那个可能也是危险性会比较高一点点 特别是在梁柱的接缝的这个地方 这样子 对 所以就要回去看一下 对 那如果说你自己有疑虑的话 那就可以请这个工会 或者像结构技术工会 或是建筑师工会 他们可能会可以派员来帮你做检视这样子 对 那因为我知道像我最近也是我们的那个社区大学的学生 在跟我反映说 老师这个现在有很多红丹跟黄丹的建筑物 他们现在都已经被筛选出来了 那可是他如果做补强之后 这个黄丹撤销了之后 那我在买中古屋的时候 他们会不会告诉我 我说当然不会啊 因为他已经 越探撤销 对啊 他说可是我还是会担心害怕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 有时候可能除了要看这些 刚才提到一些物况之外 你可能还必须要跟左右邻居做一些 如果真的想买的话 还是要聊一聊这样子 那这个部分 他们可能就知道说 这个是黄丹已经撤销的 那你如果自己这方面有疑虑 那你就不要买这个房子 欸不过他出来里面他会告诉你吗 我不晓得 可是我觉得说这个税之以晴 有时候可能在闲聊的时候 就会提到这些中期这样子 有往往有时候都是买房子在撞修的时候 邻居聊天的时候才知道说 已经有这种状况 可是那时候都已经来不及了这样子 对 我就觉得以前像我是装潢的时候 然后邻居都会聊天 都不认识 对对对 然后就先打听价位 就发现到说 买的价位都不一样 对对对 明明就有告诉你每瓶多少钱 但每一层楼 每一个人买的价钱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那是没有实价登录的时代 越聊越生气 对没错 然后如果说聊聊看看 有没有那个黄丹红丹的话 红丹就比较危险 对黄丹比较危险 那黄丹相对来讲 他可以做一些补强的动作 应该经过结构祭司的这个审核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说 结构祭司很重要 对对 因为他们是专业的人士 有时候我们常常讲那句话 专业的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士 对吧 我也想到 黄丹发言应该要去有个工作做做吧 看有没有公职可以做做吧 又不是我们在派的 我们在派人家去做工作 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房地产的专家 这个张新鸣张总张老师 很多人都期待他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期待你的新书赶快出来了 OK谢谢大家 好谢谢谢谢拜拜 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